它撑重量的時候 狠狠的往這個撑上一丟 它丟的那一下子都有一個高的重量了 說實話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屏屏市來 我現在到達了上海的新長谷鎮 這個新長谷鎮真的非常非常多的人 推薦蘭蘭來了 然後蘭蘭今天終於來了 不過今天的天氣你看也不好 也是一個陰天 最近上海老是下雨沒辦法 煙漪蒙蒙的電氣逛谷鎮也是不錯的 我現在車子是停在了新長谷鎮這裏 這個停車場 新長谷鎮的停車場還是挺大的 這個車子停在這裏 我不知道多少錢一個小時 具體多少錢等我出去之後我才知道 最多也就是10塊錢一個小時吧 現在我們去谷鎮裏面轉一轉 這個也是粉絲朋友一直推薦蘭蘭來的 因為新長谷鎮離市區真的非常非常遠 我開車過來都一個多小時了 走吧 我們去看一看 大家非常期待的新長谷鎮 有什麼亮點沒有 因為上海江南地區 這個谷鎮我真的去了很多很多 前面就是景區入口了 停車場離谷鎮走過來大概一分鐘 你看這個車子是停在這裏的 然後這個保安就拍了照片 不知道要干嘛的 它停在這個夾道裏面 這邊就是居民區 所以你看這邊的保安 應該是和某某部門有聯繫的 對不對 所以車子不能亂停 我這是接受了這個教訓了已經 這裡就是新長谷鎮了 今天是周四 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居多來這邊逛的 因為很多老年人到這邊會買一些 比較有特色的買食 都是大包小包的拎著回去 它這個大肉粽8塊錢一個 比豬家腳骨針還要貴 豬家腳骨針是6塊 7塊錢一個 在阿姨家自己門口種的菜也拿過來賣 多少一斤呢 這個也是8塊 這個呢 那個20塊 20塊錢一斤 差一個沒關係 謝謝 這個是什麼果 烏梅果 烏梅果 這個是8塊 5塊錢一個買 我不要 沒事的 什麼味道 甜的還是酸的 甜的 現在南方的烏梅果又出現了 很多人說這個烏梅它不是烏梅 是葡萄蹄子浸泡出來的 我具體也不知道啊 之前我也買過 南方的朋友有知道嗎 這個烏梅果到底是一種水果呢 還是葡萄用藥水泡的呢 三連醬菜 你看多少人買 這今天是上班日啊 所以人不是特別多 如果週六週日的時候 這個醬菜這個小攤 就是很多很多人 你看 它這個大蒜挺好吃的 所以說上海人不吃大蒜 上海人也吃這個大蒜的 鹹肉 上海人特別喜歡吃鹹肉 小蝦米 還有那個三菱糖的肉皮 豬肉皮 往上面去 一個小橋 然後這個是 你看賣小餛飩的 上海人他們這邊喜歡 在老街買這個 手工包的餛飩 然後回家去煮 鹹肉 非常多的鹹肉攤啊 這個就是 青團了 桃椒25塊錢一斤 這個就是68塊錢一斤 我有看到好幾個攤位賣桃椒的了 然後桃椒呢 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惠南鎮這邊桃樹桃林比較多啊 所以就會產桃椒 桃椒的話我不知道啊 它以前在我們老家的時候 就是家裏面種一棵桃樹的話 也會出那個桃椒嘛 就是桃樹像眼淚一樣流下來 然後把它收集起來 可以煮湯喝 以前我們認為桃椒 我們不知道可以吃啊 但是在南方就 他們就會熬湯 然後來吃 非常有營養 你們喜歡吃這個桃椒嗎 在我們老家好像沒有吃桃椒 這麼一說的 之前我和我媽說桃椒 我媽還說 那個能吃嗎 你看 商店賣菜的 自己種的菜啊 這個怎麼賣的 8塊錢一斤 8塊錢一斤 草莓呢 8塊錢一斤 草莓 這個露天的 剛剛給你買兩棚了 搞一棚吧 搞一棚 大量的草莓上市了 你看多少草莓 這是12塊錢一斤 還好啊 市區比的話算便宜的 烤毛蛋 這是沒有出生的那個小雞 草莓多少錢一斤阿姨 10塊一斤 你嚐個味道不要緊的 嘗嘗好買 沒有沒有 好嗎 不要不要我等一下回來再買 10塊錢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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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的桃椒 你家種的 你放心 多少錢一斤 9塊錢 問了幾家草莓這個價格 從15塊到8塊錢一斤 不等 所以多問幾家 多少錢一斤阿姨 你給我摘起來 10塊錢一斤 10塊錢一斤 新城古鎮就一條街 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邊這一條街就是居民區 然後這是一條主街 然後這邊也是居民區 所以新城古鎮還是比較短的 我們快速的轉一圈 走買點東西吃 這邊就是人比較多一些 這個多少錢一盒阿姨 這都是十三是嗎 這個呢 十三 也是十三 在賣菜的人比較多 桃椒雞湯豆腐花 來我們等到我們把這雞 上海添了就一盒一盒 一盒一盒 來地下的水盒 來地下的水盒 來地下的 來東西吃來 我們河南特產 焦座淮山藥餅 到這邊就走出去了 新城大街463號 沒有多長啊 現在我們就再返回去 然後再看一看另外一邊 你看在這裏買東西的人 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居多啊 很多老年人就是搭著公交車 從市區啊 到了幾十公里以外的新城古鎮 來買一買當地的特色的美食啊 就比如說燒賣 餛飩 就是上海人啊 就是非常願意帶回去的美食 現在我們走到頭了 然後現在返回去啊 我們走的這條街呢 就是主要美食比較多啊 就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一個雞湯豆花 我聞這還挺香的 很多人在那吃 但是我沒吃 趕快站一站我們就走了 橋頭這裏有一家羊肉館 這個羊肉味非常非常濃 應該是非常正宗的羊肉啊 現在我們來到了最主要的上唐街 這有一條小河啊 從這裏看過去你看 還是蠻漂亮的啊 文化名鎮 新城古鎮 前面有湯圓餛飩 甜酒 這是上海江南古鎮裏面啊 最具代表的點心 這邊有一家臭豆腐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既然你開門營業做生意 就要搞的乾淨一些 不能因為是古鎮才弄的這麼有這種 古色古香這不像古色古香啊 這叫衛生堪憂 這邊有一個新城歷史文化陳列館 它是平票參觀的 但是我們也看到有賣票的 應該還有另外的入口吧 在這裏看一下新城古鎮的地圖 我現在是在三市二品房這裏 就是這裏 看到嗎 然後呢 我剛剛呢 是從停車場在這裏 剛剛從這裏 進來 剛剛我是到那邊 北柵口這裏 然後我就走回來 走到這裏了 然後這個陳列館它沒開 然後這裏沒轉 等一下回去轉一下這裏 基本上都轉完了 就非常小的一個新城古鎮 新城古鎮這條路呢 看到沒有 千萬不要開車走進來 太多人了 太多車了 這個是怎麼賣的 六塊一斤 一斤有幾個 六個 剩一個有七個 是口味都可以挑的是吧 可以搭配的 要一個肉松的 桂花的要一個 桂花一斤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板栗子的 要一個板栗子的 這個呢 黑羊鼠 紫麻醬 這個呢 豆沙 那個是什麼 藻子 這個呢 紫薯 紫薯 要一個這個 要一個紫薯的 再一個板栗子的 這個 十八塊 十八塊 十八塊錢 七個 一盒 買了幾個米糕啊 但這個價格好像比七毛骨針要貴一些 七毛骨針的話好像是一個花一塊錢 這個的話一個花一塊五了 它撐重量的時候 狠狠地往這個撐上一丟 它丟的那一下子都有一個高的重量了 說實話 這就是寧波的小海鮮 我們現在走到這個小河邊的一個條路 現在我們在這一塊轉一下 這一塊呢 人比較少 看到沒 這個 因為今天天氣不好 非常暗 然後這邊的橋下 就是 你看 我現在看不到了 非常暗 這個天氣 有唱什麼戲曲的 看一下 這邊賣老家具的 有個茶館 放的他們當地的什麼劇種我也不懂 你們能聽出來嗎 這條街呢 就比較安靜 然後有非常多的茶館 就非常適合 就慢慢的到這邊來轉一轉的 這種感覺 看到沒 非常寧靜啊 可以看到沿著河邊呢 這邊都是餐廳啊 因為今天不是周六周日的關係啊 吃飯的人不是特別多 這條街叫夏唐街 剛剛我走過來都不知道 然後這邊有一個牌子 寫著夏唐街25號 是一個農家小菜 走到頭了 在這裡呢 拍攝一下 你看江南地區啊 就是小河道比較多 所有的居民呢 都是沿著河道來建房子 所以沿著河道呢 就環境非常好 不過我覺得這個河道的水啊 不是特別乾淨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河道的水 不算是特別乾淨的 新潮古鎮呢 也就是你看 從這個河兩岸來看的話 也就這邊商業化比較嚴重一些 然後這邊呢 基本上都是居民區啊 我在江南地區看過的 這些古鎮來說的話 我覺得保留最好的是 是豐京古鎮 還有豬家角古鎮 對 上海的古鎮的話 我基本上都已經走遍了 可以說 大家覺得上海周邊的古鎮 保留比較完好的一些古鎮 是哪一個 大家可以在我的視頻下方留言 回頭藍藍去拍攝一下 我回來了 現場古鎮的停車費呢 是一個小時七塊錢 現在我們開車就去下一個地方 好 那我們這期視頻呢 就拍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欄欄視頻 記得點擊關註和分享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